剛好可能有些課已經暫時結束了 所以我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把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東西 再把它做個整理 我發現其實前面我們講過的從最早的那個上這個 幾個靜態的網頁你會發現 大概會用到的東西像尋覽力按鈕啊 像按鈕的設定 這些其實都一直在重複 內BAR沒有 如果你對內BAR還不熟悉的話 表示說你可能在做練習上面花的時間太少 那另外的話就說 夜所夜五的觀念 還有就是關於按下去能夠秀出什麼秀出dialog 就是跳出那個訊息 還有就是說 他的那個什麼的一個轉場的效果 這個前面也都講過 所以其實將來各位的作品裡面呢 可以再把前面東西 再做一個複習 你會發現 像靜態的 這是動態的嘛 那動態怎麼寫成 但是這裡面的話就多一個什麼 如何在這個按鈕上面做出效果 那你會發現這個畫面 其實也是一目瞭然嘛 第一個動作就是你要先給 你的按鈕上面做id 另外的話連結用緊字號有沒有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上一筆下一筆都是做同樣的動作 然後還有就是你要秀的這個是按鈕 那你按下去圖跟文字都要改變 所以圖 這個地方的圖 你要就是 上面的id要更改 因為你將來要按下按鈕之後 取得變化的那個圖跟文字 所以這邊的話也會有沒有 這個地方那最後的話 再把程式碼 程式碼的位置也都知道在哪裡嗎 把它複製貼上 不就可以做 這樣的效果出來 那像這個範例是做那個什麼書的展示嗎你可以把它改成相簿嗎 不就有ok了 這個我想就是程式碼那程式碼 也許你有一些地方不太清楚了不過 就是修改修改完就會是你要的效果所以下個禮拜 你不用太緊張 反正 如果你實在做不出來沒關係你就把之前做的像我們之前有Google map的應用Google map的應用 你就把這個帳面打開來 Step by step 稍微看一下 或者是在這個部分再不行的話 有沒有 你就把那個之前的影片都還在 你就看過一遍 做過一遍 你的你的下個禮拜東西就有 大概只要花你個 幾個小時吧 對不對 再做一下 而且至少你這個學習18週也沒有浪費掉 將來如果說你真的有需要秀一點你的App的話 你也可以修給人家說你說這是我做的 感覺就不一樣了 或者的話你18週其實說真的 還蠻長的時間 ok 而且 這方面的需求應該會越來越大才對 因為App現在每次這個智慧型手機 已經成為每個人必備 應該是必備的 而且你所以你發現現在應該沒有人在拿什麼 早期那種什麼什麼 那智障手機了 你一拿出來真的會 會下 就是會讓他覺得 像我像我的表妹 他小我 小我蠻多歲的 就他 前一陣子真的就是堅持不用 智慧你手機 就有一天呢 他說他去台北舞車站 看到一個App 看到他在用那個 傳統手機 就笑他 那App已經用那個 智慧型手機了 就他在用那個傳統手機 就因為這樣子 他前幾天就趕快去 辦了一個智慧型手機 然後他現在好像 辦一支什麼華碩那支 有沒有 而且綁約好像也沒多少錢 他售價是4000多塊 然後綁約下去他也是綁很低的吧 頂多花了1000多塊 就有一支 5寸的那個 手機 而且那支用起來 我是覺得還蠻順的 所以 這個我想應該是一個趨勢了 而且 甚至像這樣的人他都一支5寸的了 對不對 更不要說 很多身邊的人都不只一支智慧型手機吧 對不對 而且還有平板 以後的話還有電視 像我家裡也是 電視本身就有Android了嘛 然後我之後我又買一個 那個智慧 智慧盒嘛 對 幾乎全部的 都跟這個有銜接 而且現在 這一 今年的那個Google ION大會裡面的重點是說 他不是在智慧型手機 而是在跟其他裝置 像比較 比較 就是比較像手機 那個那個電電話 就是那個Android的Wash有沒有 還有就是說其他像 之前也熱過了像什麼那個Google Glass 有沒有 那個在在美國也上市也賣到缺貨嘛 另外還有什麼無人駕駛車之類的 反正這些噱頭 都跟 硬體 當然現在 有關係 可是將來一定還是需要很多軟體 這些軟體的話慢慢 從遊戲啦 從一些 就是一些 一般性的軟體 慢慢可能會再走向 就是那個商用的部分 商用部分這一塊呢 也許沒有那麼快 可是哪一天 我覺得啦 是趨勢 等到 大家已經都在用的時候 才要 那你可以在 慢慢的你可以先 做出一點東西出來讓人家知道說你有這方面的 能力啦 也是一個機會啊 OK 好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再把前面部分 稍微再看一下 我覺得這裡面我最近在整理我發現其實還蠻清楚的 而且至少我覺得我這個畫面 抓的比書裡面的還要 有時候還要更清楚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地圖部分 還有就是說其他再來 我們地圖好像做了 單一個地圖 靜態的動態的 另外就是資料 像都 local storage 有沒有 怎麼樣存約小量資料 還有就是說那個webseql 網那個 資料庫部分 像這一體也會用到資料庫 所以如果你資料庫部分有點遺忘的話 各位不妨怎麼樣 把這邊稍微看一下 像我們上個禮拜講到那個 畫面上面這個表單怎麼做的 基本上這個表單要做出來非常的簡單 好如果你遺忘的話沒關係 請看這個圖 重點就在這裡 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 一樣畫葫蘆一下 你就可以做這個表單了嗎 那表單後面的話 你要新增資料 你就是建一個 資料庫 那這樣的話很快的 我們就可以建一個資料庫出來 並且可以新增 而且還可以查詢 還可以刪除 好所以 按部就班 那程式碼在這裡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所有的程式碼都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這邊稍微參考一下 試著做做做出來 我想 很快的 基本上這個這個就可以靈活應用 還有list view 那上個禮拜的這個第14 也就上上禮拜講的 我們新增一個表單 其實也就很簡單嘛 總共會 你要插入一個 地標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到了一個景點 你覺得這個地方不錯 那你需要放四個資料 把它存在資料庫裡面 第一個是他的名稱 第二個是他的那個內 就是詳細內容 還有緯度跟精度 不過緯度跟精度這個是由 你的手機本身的那個GPS去抓到的 然後幫我們填進來 所以這兩個訊息不用填 主要你就填完這個 比如說你今天去哪一個 經典 吃東西你覺得不錯 另外他的內容在哪裡 那你可以插入一個 一筆資料 那將來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景點 因為有經緯度嘛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經緯度 可以幫我導航 找到那個位置 直接就可以到那個地方 其實利用這個App 可以增加生活上很多樂趣 那怎麼做出這個表單 基本上 這邊都有 相關的說明 相關的說明 你會發現 上面的名稱 就在這裡 重要的就是說 這裡面的這個方塊 他的重點在 Input type 就是一個test 然後其他的name跟 id都用一樣的 這個是比較大的一個 文字法 多行 你可以用那個testarea 那這邊的話 column跟roll 你可以給一個 roll的話是列號 這邊有8列 跟40欄 其他的話都一樣 最後有一個button button的話呢 就是input type 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 btn 這邊的話有個btn 這個名稱 id都一樣 那type 最重要是type type是一個button 上面的字的話就是插入 ok 這樣就完成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做編輯 比如說我今天要編輯 他的景點的話 像這個地方 我可以把這個景點 比如說 我今天找到這個好了 元豪素食館 那也許名稱他可能你到那個地方他改了 他也許不叫元豪素食館 也許他 改了也也許名稱也是一樣 叫元豪 可是不是賣素食 他賣昏的好了 那你如果要改 改的話怎麼辦 編輯景點對不對 編輯景點按下去之後的話 名稱改過來了 然後呢 裡面的詳細點也會帶過來 經緯度也會帶過來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改 比如說他 已經不只賣素食 分數都有的話 那我就把它改一下按修改 有沒有 元豪館 這樣就改了 ok 所以其他地方那你可以做 這個 編輯 進去之後可以有個什麼 編輯的動作 就可以修改你後面的資料庫 那這個後面資料庫 怎麼怎麼去把這個表單做出來 基本上也非常簡單 其實 就是跟 那個插入的部分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畫面上面有幾個東西呢 有1234 修改 那做完之後 實際上也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我們裡面的話 也是 景點名稱 其實跟音色 幾乎一模一樣 好一模一樣 都 幾乎沒有改 修改 只是說這個地方裡面的那個Value 改成修改 其他都一樣 所以 很快的我們界面部分就完成了 好那請各位 也是 把上個禮拜的部分先打開來 那等一下呢 我們也 再來把那個後面還有 一些重點再來跟各位做說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